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707万密方英尺 图为建造中的新登堡号复杂的骨架系统 中心新闻社1934年10月1日建造中的大飞艇起机庞大的飞艇 长803英尺 最大直径为103英尺 它于1936年3月4日完成首行 在巨大的钢骨外面被精心覆盖了一层胶皮 而这些结构精密的钢骨 却令人匪夷所思的覆盖上了氧化填 锂柱丁酸乙酸纤维素 这是一种极易燃烧的材料 当今被用作火箭推进机 常规摄影通讯社1935年1月1日 飞艇入库常规摄影通讯社1936年1月1日 起飞当时汽舱中充满了氢气 除为飞艇起飞的情景 氢气是一种毅然的危险填充气体 不像现在的飞艇使用氦气 GETI 1936年1月1日 飞艇着陆时代生活 1936年1月1日穿牢飞艇着陆时 地面人员奋力拉紧绳索 以控制飞艇的降落姿态 纽约时报1936年5月1日 观光走廊飞艇的散布长廊和沙发 全景能容浪超过70名乘客 福克斯图片社1937年1月1日 新登堡号上的餐厅 为了摄影长途飞行 飞艇配备了40到60名乘务人员 福克斯图片社1937年1月1日 新登堡驾驶是新登堡号是一台商业交通飞艇 在1936年曾经做过17次环大西洋飞行 同时它也是纳粹的政治宣传工具 让人在视觉上很有冲击力 这个庞然大物彰显了第三帝国 所谓无敌的精神和强大的科技力量 福克斯图片社1936年3月1日 舒适和安全飞艇上的一个月不是 据说这部飞艇飞行和体降都非常稳 乘客常常对起飞艇有感知 同时着陆时 他们还感觉是在飞行 时代生活图库1936年1月1日 曼哈顿上空Gate 1936年1月1日 盘旋 1937年5月6日 在一次横渡大西洋的飞行中 新登堡号在新泽西上方寒旋 在此两次飞行之后 新登堡号惨剧发生了 直接夺走97名乘客和乘务员中35人的生命 从此骑柏林硬制飞艇的载客活动终结 亚索科菲尔德社1937年5月6日 新登堡号大惨剧 新登堡号大爆炸 照片记录下来这一惨剧 该艇在着陆塔附近起火并爆炸 此时 开艇距离地面还有很大距离 当时没有人能够解释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惨剧 后来科学家猜想 可能是着陆塔带来的静电火花引燃了氢气 萨姆希尔1937年5月6日 当时电台播音员赫伯特莫里森对这一幕惊呆了 直到70年后再次描述此事时依然情绪激动 当时他情不自己地喊出的一句话 如今已经成为一句经典警句 亚瑟科菲尔得社 1937年5月6日 他着火了 莫里森当时紧握迈克 情绪失控地叫喊 他着火了 他坠落了 小心 小心 快离开 快离开 地面上的恐慌乘客们 从刚刚坠落下来的星登堡号残骸中 奋力逃出来 亚瑟科菲尔得1937年5月6日 星登堡的骨骸Gaddy1937年5月6日灾纳之后 哈尔顿档案1937年5月6日 保护残骸时代 生活1937年5月7日 星登堡的死者 1937年5月19日 遇纳者的尸体和利害被安放在 在覆盖着那翠奇志的棺材中 这些遗鼓即将离开纽约港 返回德国 Gaddy1937年5月19日 花圈德军中校乔西姆布莱特豪普特和司令官查 尔斯罗 森达尔在星登堡仪海附近放置花圈 纽约时报1937年有文章中介绍过一张星登堡号惨案 但有很多细节我们闻所未闻 星登堡号从建造 到处女行 到坠落 再到死者善后等一系列照片在本文呈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人口志愿赦如那 人口志愿赦首要